30岁女人第一次吃蛋糕 却在蛋糕上插满了安眠药 随后打开煤气关好门窗 含着眼泪大口大口地吃了下去 蛋糕的甜味遮盖了药品的苦味 死亡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了 可就在这一时 儿子突然回来 刚刚还依然负死的决心 这一刻瞬间灰飞烟灭 她吓得急忙跑回厨房关掉煤气 开窗通风 结果儿子又看着了桌上的蛋糕 走过妈妈吃毒食 李李好不容易编了个理由支开儿子 小心翼地将药片一个个挑出来 她捂着嘴不敢哭出声来 想起自己度过的这30年人生 现在觉得 真是一点意义都没有 当年李李高考落榜后 就到当地的一家纺织厂打工 几百平的厂房内架着上千台纺织机 草杂的生意入耳钻心 令人烦躁 而更令李李大火的是 因为在车间吃饭被经理扣了工资 她记不过跟经理大吵了一家 但毕竟是自己违反规矩在先 还不是得老老实实带上耳塞继续加班 在工厂大吵大闹后的李静 回到家却是异常的安静 因为她只有一个安静的丈夫 和一段安静的婚姻 丈夫老胡简直就是块鱼木疙瘩 打她她没有一点反应 她提前下来港在市场卖鱼 可不是所有卖鱼的都是高企强 她因为太过老实总被人欺负 高敲死的鱼客人说不要就不要 她也不敢发作 只能将死鱼带回家里吃了 他们夫妻间的对话 就是这般的寡淡没有感情 这天李黎在陪儿子上钢琴课时 并且突然间流了下来 她还把尸太急忙擦去 晚上吃饭时 她向丈夫提起此事 可老胡只是以为 他们车间温度太高导致的 丈夫的冷漠里 李立形意为常 她遭遇对这样的生活麻木 一张小小的双人床 居然两人都迷了路 怎么也走不进彼此的内心 第二天 李立学在工厂和唱团排练时 突然晕倒 经过一番检查 医生只是说她有贫血 等到她去尿检的时候 医生才对老胡说了实话 李立得了血癌 也就是白血病 做骨色移植至少三十万 可即便如此 成功率也仅有一半 若是选择化疗 则需要十万 但存活几率仅有百分之三十 可若是让人不管 李立顶多只能再活半年 因此让老胡瞒着李立 殊不知这一切都被提前回来 藏在门外的李立听完 在丈夫面前 她装作不知道 等到走进卫生间 眼泪才止不住流了下来 这辈子还没活明白 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 在这之后 李立照常去上班 只是车间里 再没了她叽叽喳喳的声音 她默默拿去口罩擦拭 这样既能止住流血 也能止住流泪 工友看出李立的不对劲 便询问发生了什么 李立没有明说 只说心情不好 工友便让她看自己的胸部 得了一回病 白衣家子人也弄散了 看病就花了十几万 丈夫顶不住压力跟她离了 可这人呢 有病没病不都得活吗 现在她白天在车间上班 晚上就去舞厅陪人跳舞 既能挣钱 也能玩得开心 人会一世就不能亏待自己 不要舍不得吃 舍不得喝 这日晚上李立痛苦的挣扎 不仅是生理上的病痛 还有心理上的折磨 特斯拉想去 最终决定一了百了 节省了半辈子的李立 第一次给自己买了蛋糕 用甜食混安眠药 这个办法也就李立想得出来 可就在她即将赴死的那瞬间 儿子打破了她的计划 她哭得气不成声 自己的一时冲动 差点就害死了儿子 李立冷静了下来 先走一步看一步 男人们载着自己的妻子 将他们送去舞厅 陪其他男人跳舞挣钱 一首曲子 明着跳五块 按着跳十块 所谓按着跳 就是允许男人动手动脚 搂搂抱抱 摸摸踹踹 一个月能挣两千块 李立听从工友的现役 第一次来到舞厅 这里拒绝了许多下岗的女人 和找乐死的男人 女人们对这件事 并不觉得丢脸 说好听点就是 下岗女工在就业 没什么可耻的 工友为她介绍了一个 帅气又多金的男人 可在跳舞的过程中 李立就像一具 没有灵魂的空壳 应付着男人的闲聊 就好像她的生活一样 从来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只是一个借的 被推着往前走 可到了这样的人生关头 她好像一瞬间想通了 明白自己想要什么 五会结束后 李立用今晚赚了的钱 跟丈夫吃了顿烧烤 她说想去北京散散心 丈夫似乎察觉 李立去北京需要做什么 或许是想让她实现愿望 沉默了一会儿 也就同意了 第二天父子俩 送李立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其他什么也没有表露 只剩李立竟然去了 就好好玩 玩够了就早点回来 抵达北京后 李立被这里的高楼大厦 震撼得目不转睛 庆幸这次出行是真值了 不然到死 都看不见这个世界的模样 她的目的地是一家印染厂 这里有她曾经的初恋 李鲁涵 十年前她与李相恋 可李鲁涵是位技术员 却热爱守风琴 李立的父母嫌得不正经 后来李鲁涵从西安调去了北京 从此养无音信 李立与父母赌气 嫁给了她不爱的丈夫老胡 这次她在北京 就是想当面问清楚 当初为何一所了知 如今的李鲁涵也早已不是当初的偏偏少年 时光磨平了她的棱角 真的看起来苍老了许多 只是时隔多年 两人再次相见 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彼此 翻桌上梁从过去聊到现在 得知初恋也早已有了家事 女儿甚至和她的儿子差不多大 李立则是坦白 自己的这段婚姻过得很不幸福 寡淡如水 无子无味 随后她又质问起李鲁涵 为什么当年自己天天给她写信 她却一封都没有回 李鲁涵也很奇怪 当初自己也同样给李鲁一些心 却一样石穿大海 等她好不容易有时间回西安 才发现李鲁已经结婚了 她失落地回到北京 娶了一个追自己一年的女孩 只可惜她的婚后生活也很不好过 妻子几年前出了车祸 醒来后谁也不记得了 两个人就这样 互相埋怨了彼此数十年 可直到现在 那些信去了哪里 无人知晓 第二天两人踏上了去北戴河的大巴 车上迷落寒孩子纠结 信究竟去了哪里 李鲁涵势然一笑 这些还重要吗 相埋一起去北戴河 是他们当初的约定 到兑现的时候 已经是十年后 他们在这里合了影 两人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甚至连目光都不是看同一个地方 就像他们的感情 错过的就是错过了 第二天到了李鲁回家的日子 她没有去找李鲁涵告别 也没有告诉她自己的病的事 而是独自站在天桥上 看着下面匆匆而过的火车 这一刻她再次想到了一了百了 女人错过在铁轨上 想让火车带走自己的生命 听着声音越来越近 她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 可真当火车开过来时 她还是吓得缩口的脑袋 劫后余生的她抱头痛哭 这时铁路工作人员发现了她 因为卧鬼是要罚款的 李鲁收起眼来掉头就跑 可没想到她越跑越开心 最后甚至笑出声来 她连死都不怕 却怕被罚款 回到西安没多久 下岗潮的风波 也终于协捲了纺织厂 李鲁和丈夫一样没了工作 一切都来得太快 她站在学历审视着自己的人生 丈夫劝她身体不好 跟正常人不一样 赶紧进屋待着 李鲁不为所动 这次出行她明白了一件事 能活一天就快乐一天 活了三十年却没有一天做自己 她觉得自己过得很悲哀 今天晚上 老胡也加入了自行车大队 载着自己的妻子去舞厅 他们一路上拆棵打混 没有人觉得这事丢人 毕竟大家都下了岗 不挣钱拿得喝西北风去吗 这一晚李鲁被一个男人砍油 双方人马发生争执 长眉乱作一团 李鲁受了刺激 当场晕了过去 等她醒来的时候 人已经躺在医院里 医生单独找到老胡告诉她 花疗药对李鲁不起作用 现在她的生命 已经到了最后关头 能活两天都算奇迹了 而老胡为了给妻子治病 瞒着李鲁 偷偷地将房子低价卖了 随后来医院看望她 年幼的儿子或许是察觉了什么 一句话都不愿跟妈妈说 爸爸把房子卖了 你做话就胡说啥你 你就是把房子卖了 我本身就不想到医院来 李鲁沉默了很久 原来自己 一直被这块木头疙瘩 深深地爱着 这次丈夫又给她 递来一封信 里面是上次在北戴河 与李鲁寒的合照 另一边李鲁寒也收到了照片 她从废弃的角落里 找出了那台 沉风已久的手风琴 在远方弹奏 曾经李鲁最爱的曲子 这里晚上李鲁突然病发 痛苦煎熬的时候 她紧紧拉住了丈夫的手 她想弥补这些年缺失的爱 可这次握手 竟是永别 随着心电图变成一条直线 李鲁在睡梦中 在丈夫身边安详地离去 她后悔 她后悔没有来得及 爱丈夫和孩子 同时她也信心 在生命的最后关头 终于为自己活了一次 她梦到那天 被管理员追着跑的样子 站住 我说的就是你 喜欢的朋友 记得看看原片哦